感谢来自美国纽约的女性热恋生活方式品牌Danskin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淘宝搜索Danskin 或者在我们节目的置顶评论里复制链接 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简介中点击链接跳转进入Danskin的天猫商城 向客服报案号津津津有味 领取咱们听友的199-100播客专详券 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什么样的食物颜色能让人快乐 因为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颜色都能让人快乐 蓝色就不行 红色的食物 你熬一个红枣一米粥 就比白粥看上去好喝 紫色好像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喜欢选的搭配 比如说什么丧事 橙色跟黄色的食物 就是能给你一种 你一看就觉得热情 蓬勃 生命力旺盛 金灿灿的麦田的那种感觉 感觉吃了之后我暖和 我身体升温了 同样是粘豆包 白皮的跟黄米的 我觉得销路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就不买那个白皮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是的 我今天早上出来录音的时候 从掀开被子开始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夏天真的过去了 冬天来了 到了我最喜欢的季节 秋天 咱不能跳那么快啊 现在我觉得北京跟天津 或者说华北地区 秋天变长了 虽然它早上是冬天 中午是夏天 但我愿称之为是秋天 可以买起风衣了 是吧 刚刚过去的夏天 我们接收到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多巴胺饮食 可太多巴胺了 结果我还没来得及去消化这个词汇 然后我又接受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美拉德 学不过来了 已经 这个词还是我从你那儿学会的 是吗 我告诉你的是吗 对 因为我知道有多巴胺美食这个词之后 然后你教我什么叫美拉德 我说美拉德 是什么呀 那不是个反应吗 美食是什么东西 你还知道是个反应 好多人都不知道是个反应 原来是金金有味的主播 对 然后我觉得今年特别流行的 还有那什么抗炎饮食呀 还有各种各种粉粉 粉粉 我们节目的这个梗 就是永远会被问 主播有什么推荐的蔬菜粉 或者蔬菜粉买哪个品牌呀 对 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啊 这些所有的涉及到的食物 归根结底 它们都属于超级食物 就是大家能发现啊 这些新冒出来的词汇 就是感觉已经无孔不入的 渗入我们的生活了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 我们已经很习以为常的规律 又重新总结了一下 重新定义了一下 重新给它起了个名字 这种感觉 就是 而且也有很多听友 希望我们聊一聊这些食物 包括各种粉 到底有没有什么功效 是不是智商税 这期我们 不是很想做成红黑榜 但是我们后面解读 这些东西的这个过程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红黑榜的意思 还是以驱媚为主 对 就是一个驱媚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们就趁着 多巴胺美拉德这些饮食的流行丰盛 因为现在正当季嘛 多巴胺过去了 其实美拉德紧跟着就来了 美拉德特适合秋冬 对 就是大地色呀 然后那种 秋冬本色 我们跟大家分析分析 顺便就是驱媚一下 或者说让大家能辨析一下 你有哪块做对了 有什么东西买对了 吃对了 那我们就从多巴胺这个盛行 开始聊起 毕竟刚刚过去没多久 我觉得多巴胺这个就特别适合夏天 就是夏天的话 你看那个颜色就会觉得五颜六色 红红绿绿 然后非常鲜艳 就我就特别喜欢夏天的原因 就是这个 就是看每个颜色都会觉得 好像就很浓郁的感觉 春夏会让我觉得 我喜欢这些很跳的颜色 色彩特别 饱和度特别高 饱和度高 然后它可以很浓 也可以很轻 世界上的颜色也很多 它不像秋冬 尤其是华北的秋冬 那可就是凸的 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是初秋还是深秋 比如说这两天 就十月份的时候 枫叶刚刚开始变红 但是叶子这个绿叶还在 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的 对然后花什么的 还都是开的 那天我就开在高速上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这个风景还是挺好看 又红又绿 就是你会觉得它的壮色会很明显 还挺好看的 所以其实我最喜欢夏天和秋冬 这两个季节 就是因为颜色其实是足够鲜艳的 你是喜欢色彩的刺激的 对对对 所以食物你是不是也喜欢有刺激的颜色的 对啊对啊 那天我们减肥群分享了一张照片 就是一桌子绿色 你看绿色很多人喜欢吧 觉得很清新 放一桌子你试试 感觉自己像吃草 甚至包括了大绿棒子跟雪碧 哎呦我的天 满满的一桌子 真的是绿 我看到那张照片之后 我发现我完全没有任何食欲 对搭配起来 对 就什么红的呀绿的呀 黄的呀 就美食不是就讲究色香味吗 对色是第一个 色的话你就是不可能只是一盘就是一个颜色 这看不出来是什么 得翘点什么彩色彩胶什么 哎呀对 西红柿炒鸡蛋里必须嗆一点葱花 对 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多巴胺 什么叫内飞态 很多人不清楚的 解释一下 我们先抛出一个定义 什么叫多巴胺 来我先说一段不是人话的话啊 何为多巴胺 多巴胺被称为快乐因子 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 主要负责大脑的兴奋 及开心等信息的传递 它是人体奖励系统的一部分 这个系统的设计 就是为了让你做生存所需的事情的时候 奖励你 包括吃喝玩乐 竞争生存繁殖 只要赢了 对 就有 嗨 它会给你带来愉悦的感觉 就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 它会给你继续做这件事的动力 就是 其实翻译成人话就是正向反馈 而且它不需要经历痛苦 对 比如说 我们会说 运动之后 哎呀 我全身都是多巴胺 不是 延迟满足 对 那是内飞态 对 那是内飞态 它需要你经历一段时间的 坚持 克服 对 对抗 然后最后获得满足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很能感觉到 就是 当我想运动的时候 我磨磨唧唧的 我磨磨这儿 我磨磨那儿 哎呀 我搭带衣服 可能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算了 不做了 但是真正你开始运动之后 你会觉得 还是运动舒服 但是这个想法 你在运动之前是不会这么想的 对的 对的 是吧 运动之前全是阻力 对 但是多巴胺就不会 你会 你会在吃糖的时候有阻力吗 不会 对 什么 你只会停不下来 对 食物 酒精 咖啡因 止疼药 包括搞定一件事 做好一个PPT 而且多巴胺是会有 这个预值的不断上升的 对 就你一开始可能吃一块糖就行 你喝一杯咖啡就可以 然后慢慢的就会越来越严重 对 所以多巴胺饮食是 让刺激 刺激身体产生多巴胺的吗 我觉得不是刺激身体产生多巴胺 我觉得从视觉开始的 对 其实 这种搭配方式 或者说摆盘方式 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对 但是在几年之前 我们最开始在小红书点评 包括 应该一开始是硬死 我觉得硬死就是冲着多巴胺去的 最开始它出现在这个推流的时候 那时候它可不叫什么多巴胺某某 多巴胺某某 就是硬死风 嗯 就是 就是这个风格 你看那个火烈鸟 对 火烈鸟加大树叶子 对吧 一粉一绿 它其实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 冲击 对 色彩的那种 对撞 对 它刺激的是一种通感 比如说出现在食物上 就因为这种色彩的搭配 它会 它能让你觉得这个食物也是好吃的 诶 还真是 我发现有的人吧 你像 我觉得我和 我和莉莉就不一样 我吃东西 我 我可能是一个不太视觉的动物 我吃东西就更在乎 好不好吃 是不是容易吃到嘴里 但是莉莉就不是 莉莉得先摆个盘 对呀 然后在相机先吃 对 而且包括 你比如说这一盘食物 回头我可以 我可以摆我的照片 发给 发给舒奇 让舒奇给大家处理一下 比如说这一盘食物 我肯定不会让同一个色系的 摆堆在一起 或者说 就算这盘是同一色系的 我在这个 拍照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杯子里是绿色的水 我就要去转一下位置 让它 看上去 好像更和谐一些 或者说这一盘都是绿的 那不行 我得 花岔开 我高低 我得 现下单买个水果 而且 这个东西 就看得出来 莉莉的手机 照相模式 一直是鲜艳模式 那莉莉 说说你平常 照片里头 经常出现的一些 多巴胺 颜色的 食物 多巴胺元素是吧 对 那我可来灌口了 来 哎 红色的 我经常用的是 红枣石榴红豆 苹果蓝莓杨莓 辣椒草莓枸杞 樱桃山楂西红柿 紫色食物 咱也不能落下 茄子 茄子西梅洋葱 紫米紫薯蓝莓 桑日葡萄紫酥 馅菜里子山竹 紫甘蓝无花果 百香果紫豆角 哎 我怎么像说相声一样 你是天津人 我发现了 还有 我觉得最容易 让人产生食欲的是 橙色食物 是 木瓜 琵琶 柿子 橙子 南瓜 金桔 杀桔 杏 彩椒 橘子 红薯丑菊 胡萝卜 哈米瓜 还有板栗 嗯 然后是黄色食物 香蕉玉米 柠檬 小米黄豆 洋桃 芒果 黄桃 彩椒 梨 榴莲 大蒜 黄花菜 黄心 蜜猴桃 黄米 黏豆包 还有白色食物 没想到吧 白色食物 也是多巴胺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豆腐 山药 冬瓜 银耳 花菜 香瓜 莲藕 焦白 牛奶 口膜 竹酸 白芝麻 白萝卜 杏鲍菇 还有一样 你们想不到 大米 雪白雪白的呀 我觉得我需要一惊糖木 最后 黑色食物 我也经常用 比如说 黑米 黑豆 黑枣 乌梅 紫菜 黑梅 豆豉 黑蒜 黑加仑 黑玉米 黑木耳 黑芝麻 黑枸杞 他可不给你头发增黑 我原来觉得 我不喜欢色彩香烟的东西 不 我错了 不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黄橙橙的香蕉 摆在那 你是不是觉得是好吃的 如果有人拿巧克力色的面粉 给你捏成香蕉的样子 那不是爸爸吗 对啊 这就是最浅显易懂的道理 对吧 他视觉上就是会刺激你 让你产生这种东西 是不是不好吃的痛感 就是 我觉得鲜艳的颜色 在大自然里 除了蘑菇以外 就是鲜艳的颜色 大概率是认为 这个东西是新鲜的 是饱满的 是状态很好的 它就是一种正向的刺激 包括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种颜色 认为它是有毒的 这也是一种正向刺激 因为它是保护你 是的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最近这么流行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不管是压力还是情绪的一个宣泄的出口 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能释放一部分自己的压力 就看到这些我瞬间感觉到心情好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释放 我问个问题啊 是不是创作的过程中也很释放 当然了 是吧 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你吃它或者是你拍它是一个结果 那个过程其实你也很享受 有的时候我拍完照 我就哗往盆里一扣 就一获了我就吃了 但是我的快乐其实已经得到了 对对对 吃是另一个层面的快乐 对你可能还得收拾厨房 对再获得营养又是另一个层面的快乐 那个就可能就 那就内飞泰了 对 这个就是多巴胺 对它这个现成就更长了 对 所以多巴胺这种对于情绪的疗愈的作用 就它不是源于衣服的颜色或者说美食本身 而是通过这种颜色调动了我们一个正向的情绪 它能让我们产生一些积极的联想 对吧 对 包括穿衣服也是 为什么一直有衣服的这种色彩搭配 比如说我们甚至不需要掌握什么色彩搭配的一些原理 或者说理论 就一说到就是多巴胺传达 其实我想了第一个人就脑子里头蹦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是英国女皇 英国女王 是的 她之前有张照片就是她的各个的彩虹色系穿搭 就是每一个颜色从浅到深 然后就排成一张横的图片 好丰富啊 她都是纯色的 包括各种不同这个搭配的帽子 然后她的帽子 她的帽子都特别好 对真的 我一个那么不在意 对我其实是先注意到多巴胺穿搭 然后才get到多巴胺饮食 对 这两个词汇我是这样的一个接受顺序 对但其实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你真的这一桌搭配的色彩很丰富 你确实是会让自己的食欲变得更好 现在是不是还有什么多巴胺美甲 嗯 还有多巴胺什么妆容 包括包括舒淇那个车上车屁股 哦真好看 真好看 在太阳光底下 啥东西说呀 就那个骑行带 对对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就是骑行的车贴 小红书之前发的那个 嗯 就是可以绑在车后面 就会看起来就是比较有活力 嗯 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想到的是最典型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跑步的时候大家的衣服 嗯嗯嗯 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少有人穿纯色的去跑比赛 或者说暗的颜色或者什么 纯黑纯白就这种这种大地色就很少 他们其实都是比较愿意去穿一些有活力的颜色 尤其是鞋 嗯 我发现近几年那个鞋 是的 那个鞋荧光色 各种荧光色的鞋可太多 你看咱们都说墨兰迪色略显高级 但是很少出现在运动服饰 真的 或者说它更容易出现在室内的运动 哦 瑜伽呀 这类的 就能安然安心的那种 对 反而活力的那种就会少一些 一方面又安全 对 一方面又扎眼 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是在表现活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对 还有就是拍照片会好看一些 对 嗯 而且确实是你在那个 场景之下 你就会觉得好激动啊 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愿意去穿 有一些鲜艳颜色的衣服 然后去展示一下 那种自信特别感染人 你知道吗 多巴胺穿的 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是肤色深的女孩 哎 还真是 真的特别 亮粉色 我的感觉啊 不管是看照片还是看路上的人 我觉得像这种特别亮的黄 特别亮的绿 这种的话 你反而肤色深一些的 穿上去比特别白的肤色的人 穿上更好看 嗯 我就比较有经验 因为我其实属于黑皮 你还没那么黑 那种是美黑了的 对 好多是美黑了的 我可能不如那个老爷 晒成那个样子 但是我天生的就是 不晒就是这个黑 我要晒的话比它还黑 所以我穿衣服就会愿意选那种 就是纯色系的 然后是反差大的 饱满的颜色的这种衣服 这样的话其实又会显得到 其实大家注意力 其实是在衣服上面 就不是在我皮肤的黑上面 所以我的跑鞋什么的 全都是 多巴胺色的 对 然后我们这次接到这个商丹 就是Danskin 他们家这个品牌 因为它也是欧美的品牌 然后我现在是在 被李宁收购的嘛 所以说他们家的 这个衣服的风格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 我看他们做有氧啊 或者是那个 户外瑜伽训练的 这个衣服 它就是很符合 多巴胺风 是很鲜艳好看的颜色 他们有很多黑人模特 对 最好看 因为它是欧美的品牌嘛 他们其实对皮肤黑一些的 这些黑黄皮 他们会觉得很健康 因为你是爱护外的人 对 然后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些 我觉得它的自信是由内而外 是 你会发现他们 其实跟咱们的一些审美 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的会给人一种 就是自信 并且阳光和感染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其实接触了很多这个欧美品牌 我都会觉得他们的 这个精神内核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他们店里 我看就有好多多巴胺的配色 对 然后但是 更让我觉得好看的是美拉德系 我就说这次咱们还真统一 都没有选多巴胺的 因为夏天过去了 对 我们能的想选美拉德这个配色了 对 因为我们想选一些 我们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穿上的衣服 而且它这次的主打 应该也是秋冬款嘛 对 对 我们选的也都是 而且我刚从另一那儿学会了美拉德穿搭 然后他们大家就上了一个美拉德穿搭 我当然觉得 为什么就是这么巧 那我们就应该选一下 研究美拉德风 咱先得说说 先用不是人话的话 说说什么就是美拉德 美拉德源于美食 原来的意思呀 就是指食物中 蛋白质和碳水受热 发生的一种变色反应 那这种反应呢 来自于食物加工的热刺激 当含油黎氨基的化合物和还原糖 或者抢基化合物 在长温或加热时 会发生聚合缩合这些反应 我说的话你们可以忽略啊 复杂的热反应之后呢 会有一种上课的感觉 食物最终会生成棕色 甚至是棕黑色的大分子物质类黑晶 或拟黑素 来说人话 就是从浅黄色一直到深褐色 这个色系大地色系 牛排 从全生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到全熟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美拉德的一个色 叫什么色谱还是什么 对对对 就是色素积累的过程 对它就是一个整个美拉德色系的灵魂所在 对 很多我们熟悉的美拉德 给我们带来一种 就是我一看就脑子里冒出美拉德这三个字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包含了这个色系在身上 为什么美拉德给人的刺激更 就是我不能叫更直接吧 是因为美拉德反应是会生成香味物质的 它不光是对你色彩 对你的这个视觉的刺激 还有这个嗅觉的刺激 为什么煎肉 或者是你在最后上色 你看空焙的时候 我们要最后刷一层蛋液 谁要给它上色 对 就是因为你上完色之后 你端出来那个烤是有香气的 包括那个烤鸭子的时候 你刷那个蜂蜜 对 包括我们上次测醋的时候 那个大红测醋 对 就是上色用的 还有就是咱们炒糖骰 它是不是也需要这个东西 是的 但是炒糖骰的那个不是美拉德反应 是 那个是焦糖化 对对对 但它也是这个颜色 对你一听 刚才那个就是色系的话 我脑子里想到的还有 比如说巧克力酱 真子 真子巧克力酱 是 那个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像的 就是咖啡 还有蚝油 咖啡豆吧 咖啡豆 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浅烘的 就是它跟多巴胺的区别在于 它的刺激是多重的 它是那种 感觉整个一个体系 都是一种熟成的色系 但是我是觉得 它比较适合秋冬 就秋天 对因为它是一种暖信号 对就是你 因为降温的时候 暖火 对降温的时候 比如说到十度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愿意去找一些 这种看起来温暖又厚重的东西 穿绿色蓝色就会觉得冷 对呀 因为你 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 比如春夏凉季的时候 你给我端上来一盘 大地色系的沙拉 或者说暖沙拉 里面放着什么南瓜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我还没吃 我就热了 那个时候我就可能更愿意吃一些草 对吧 但是到了秋冬的时候 你给我端上来一盘草 我还没吃我就觉得冷 哪怕它是热的 是的 就是发生美辣的反应是需要加热的嘛 会给你这种通感 你看其实夏天我们也是要吃热东西的 不是说夏天吃的全是凉的 可是夏天谁会去路边买烤红薯呢 不会的 还真是 秋冬的时候 你腾炒栗子这些都是 嗅觉味觉和视觉都需要这个刺激 而且我觉得就秋天 它其实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嘛 就有很多这个时候应季的食品 都在秋天就出来 它那些食品就长得很像美辣德 就颜色很美辣德 比如说糖炒栗子 它就是很献祭的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柿饼子 前两天我还说要复平柿饼 你就会觉得它 盖它的精髓 对我一联想到秋天 我就觉得就是 金黄的麦子 对对对 就那种颜色 回家就去吃柿子醋 我们这还带上下级的 就是每个季节我们倾向选择的 不管是衣服的风格 还是食物的色彩搭配 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因为为什么现在会流行起美拉德风 因为它的这个情绪 是因为它来源于生活 就让我们一看到 就能联想到我们当前的生活 欠缺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什么 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 去做一个联想 为什么这个颜色 会让我们觉得心向往之 会觉得诱人 是因为它就是让我们 容易联想到我们的饮食起居 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个元素 为什么我是觉得 它更适合淑女 就是因为 其实美拉德色系 是真的能包容很多缺点 包容沉静 一种很稳的一种状态 对 它其实是暖色系的一种 因为其实淑女穿衣服 一般都是黑白灰 或者是深红 但是暖色系的话 就是多巴胺色系的话 就会稍微感觉就是 跳脱一点 对对 稍微有一些亮色在里面 我是很喜欢大地色穿搭的 我穿衣服很少有那种 特别跳脱的颜色 就是秋冬季节的时候 然后今年就觉得 美拉德色系 就是撞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对我觉得他们家 这个美拉德的 有一个颜色 就栗子色 我特别喜欢栗子 我就选择这个色 因为那种浅鸵色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它容易让我显得不精神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瞎搭 我喜欢什么颜色 我就愿意往我身上堆 你比如说多巴胺 为什么对我来说 任何一个季节 我都能愿意去用 其实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 我是愿意通过色彩 表达我对当前生活的感想 和心情 对 我现在的状态 我现在的心情 以及我现在想通过 语言之外的东西 表达的 表达的这部分 你的个性 对 如果放大了说 我觉得很多女生 去选择一种颜色 其实是表达了我们 希望去创造一种潮流 或者创造一种态度 或者是我 哪怕就说 我创造不了潮流 我可以创造我的个人的 这个态度 和我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这次就选的是 美拉德色系 这个lagging 因为我不太好买裤子 你们都知道 就是一米八几的人 就是个也高 然后我的腿的比例 是比同身高 男的要长的 再加上屁股大 就你买衣服 尤其是买裤子 特别费劲 其实这是非常健康的身材 旅行身材 但是你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就是买不着裤子 对 非常困难 要么特肥 要么就是 那种窄到 你根本就挤不进去 但这个你看 Danskin他们家是 他们家的衣服 最初是给芭蕾舞女孩设计的 腿都长 而且他们家这个就完美 完美贴合在你的腿上 我能感觉到你的兴奋 那天晚上他就很兴奋 那点偏腿 而且因为我知道 它是个欧美的品牌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长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种 穿上去 哇塞 它是穿到腿上之后 长也非常合适 然后宽也非常合适 它虽然看上去 是瘦瘦窄窄的 但是它穿在身上 一不勒 但是我的每一块肉 它都给我兜住了 它不是让你的坠肉 无所遁形了 而是让你的坠肉 不在你运动的时候 逛的 是的 大抠 这些裤子现在穿在我的身上 因为我刚才拍照片去了 然后现在我就摸了一下 我就会觉得 它其实是很适合 做瑜伽这时候穿 因为它其实并不紧绷 但是它又足够有弹性 但是它又不至于松松快快 它弹性还是两维的 就是我那天穿完 它是能到脚踝的 运动完之后 一点没往回缩 我立刻就给你们 拍照片看了 对 这个还挺重要的 包括有时候 做力量训练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我穿压缩户 做力量训练 我觉得不太合适 因为它可能会 蹲不下去 对吧 使不上力气 但它其实是有弹性会很大 比如在臀部啊 或者是在大腿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并没有 特别大的阻力 所以说 而且它面料也很舒服 不粘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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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说三回 它不粘 一边都不粘 而且很顺滑 这个面料 我现在一直在摸我的大腿 你知道吗 你就会觉得 它其实是贴肤的 而且它这个 现在我摸着 它这个腹部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是 有一些竖的 这叫什么松紧的 感觉像筋 就是那个支撑的那个筋 对 它这块面料是很舒服的 高腰的 对 高腰的 这块小肚子 就正好就给勒住了 能护到肚脚上 差不多一拳吧 而且我最喜欢的 是这条裤子 现在是装部 没有尴尬区 因为你们是会直接穿它出门的 对 我原来是不行的 这个可以 对 这个真的可以 我观察了一下 对 因为什么呢 我现在会发现 就中间 当不有一条 缝合线的这种裤子 就会很容易显出尴尬去 但这一条的话 它就是这块是没有的 它是整个一条平的 对 然后它 正好那个位置的话 完全就不显 对 对 就是我出门 我不会看别人 但是如果我穿成这样 我自己会有心理 有心理障碍 对 对 尤其我之前 我所有买的裤子都是黑色系 因为我觉得只有黑色系 看不清楚 对 不显 我不敢买浅色系 或者有颜色的 特别明显 但是就这一条的话 它就专门做过这种 特殊的缝合处理 它这个所有的颜色 看着都是没有这一块区域的 所以我就准备 就是等优惠就要上线了 各样每个颜色来一条 从德巴安到美拉德 然后在这个单skin的 这个衣服里面 我选的是一个珍珠白色的 我这次意识到 其实白色也是 美拉德色系的 一个组成 起始 对 它是起始 因为它其实是很容易 跟其他颜色搭 然后对比出来 其他颜色的鲜艳 没错 就是我之前也是 看那个穿搭才知道 就是你有颜色的衣服 你不要搭黑裤子 要搭白裤子 才会显得 它这个衣服会更跳脱一点 是的 然后我看它那个产品描述 说是由松树提取的松暖纤维 其实我一开始非常不以为然 就因为大家都会这么写嘛 都会写各种自己的技术 黑科技 然后你们都穿了 穿上几秒钟之内 你就开始冒汗 热 真的是热 真的 我感觉它就是 它保暖技术真的是 所言不虚 而且它非常轻 对 它看上去好像很厚 好像不透气的样子 但是穿上之后 明显感觉到 很舒服 对 非常的 我觉得是轻盈 其实冬天的衣服 我觉得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穿很厚重 对 容易让人觉得笨重 我选这个款式呢 就是只有白色 但是远红外 这个技术的衣服呢 还有别的颜色 所以如果 我想等这个优惠圈上线之后 生效之后 我选一个栗子色的 栗子色的好看 就是我喜欢那种 就是栗子外皮的那个颜色 就是秋冬本粒 栗子色在太阳下面 特别温暖 看上去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首先我是秋天出生的 所以我对秋天 就会非常有感情 另外呢 就是我真的是很 喜欢秋天的一些吃的 对 各种秋天的这种食物 谁不喜欢呀 就是的 就你会本能的觉得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有各种好吃的 然后其次我喜欢秋天 是因为我觉得 它非常适合户外运动 就是我们运动的人 就是因为不怕冷 但是怕热 你冷的话 你多穿就行 但是你热的话 就像夏天 很长的一个夏季 比如30度往上的这个高温 其实不太适合户外运动 就很容易去中暑 但是秋天 你看像现在就是 我觉得北方最美的季节 就10到20度这个季节 就是你在外面跑步也好 然后骑行也好 就是特别特别适合 然后今年我正好呢 也是因为买上这些车嘛 所以在Skin知道之后 就给我寄了一套 这个骑行的外套和背包 可太好看了 特别搭 我先说这个背包啊 这个背包现在 自打我收到之后 已经变成我最常用的 一个骑行包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到处寻找那种 可以单肩 也可以双肩 甚至可以挂在车头的这种包 这种包的话呢 因为你骑行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愿意去背着它的 因为你骑行的话 后背这一块是出很多汗 我就愿意去把这个包放在车头 然后你随着也会带很多东西嘛 比如说什么手套啊 眼镜啊 还有水啊 什么这些东西 你就很希望就是说 你可以停车的时候 把那个包直接从车上卸走 然后就直接背走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我找了很多家 Danskin他们家这个背包 它居然就完美的切合了 我的这个诉求 送到了手上 对 它能够放很多东西 它是一个圆筒形状的 所以它的容量还不错 最重要的是 它有几个按扣嘛 然后它就直接就扣在 我的这个车把上就行了 然后卸下来的时候 那几个按扣 还可以直接挂上我的头盔 所以现在这个包的话 它又可以背 又可以拎 然后又可以挂 包括它这个颜色是白颜色的 我觉得也很搭 也很好看 放在你的亮黑色的车上 特别显眼 而且现在好多骑行的人是 上班的 就通行路上不选的 所以它防水很重要 因为有的人会往里面 放这些办公的东西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包也非常推荐 另外就是说 它给我借了一个 骑行外套 这个外套是江斯达的 同款外套 这个外套 也是变成了 我现在最爱的外套 因为现在正好 这个季节穿就非常合适 因为你要骑行的时候 它风会 风很大嘛 我们现在大概是 骑20到30公里 每小时 那骑得还挺快 因为就是晚上 晚上的话 可能十几度的时候 有点冷 对你虽然出汗 但是它还会有风 一直拍在你的身上 所以它这个 防风的外套 就觉得还挺好用的 包括它因为是黑色嘛 黑色的话 你通行的时候 你上下班的路上穿 我觉得也很适合 我觉得所有的这个 就骑行的通行装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需要 在上班和骑行的这个路上 要无缝衔接 所以它这个黑颜色的话呢 我觉得很好看 也很百搭 还就是说 它那个整个的手臂和胸前 这块有一条很明显的 这种反光条 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在晚上的夜晚 就是你 就是很安全 然后 这个骑行外套 我觉得确实是我 就是这是个厚度 包括它这个防风的 这个设计 是我现在感觉 我自己收到 是最舒服的 一个骑行外套 对 莉莉那个感觉 好像得再等等 对 现在穿 薛薇有点早了 对 最后我还收到了一个 它们软绒绒系列的 一个仿阳高绒的马甲 然后这个其实 我也是给我自己 在深秋跑步 或者骑行的时候穿的 因为其实在秋天 风很大嘛 就是你在户外出门的时候 其实防风是很重要 但是它这个马甲就是 好像是保温率 超过国标的百分之百 所以它就是可以做到 又防风又透气 然后因为那个 你在户外的话 其实你只要保护好 这个核心的这个力量 温度不湿温 其实就足够了 因为你的四肢 没有内脏 它就不会说特别的怕冷 所以它这个马甲 其实正好是符合我的要求 然后另外就是 平时我通行的话 也会开车穿嘛 因为就会很方便 就不会像一边的 后外套什么的 对 也不会太热 但是又能 很有效的保温 对对对 它这个马甲 还有这个外套 它在说百分之十四的 澳洲羊毛 所以说可以 做到不起球 然后它颜色也是 有黑白款的 还有美拉德色系的 那个栗子色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 这个秋冬的通勤船 我现在穿衣服 买东西就真的很喜欢 这种就是在工作和运动中 都可以 都能用的 切换的这种 百搭的这种感觉 主要是打工人嘛 毕竟还是得上班 对啊对啊 然后我仔细的还看了一下 Deskin他们家的淘宝店 他们家的这个 做健身和瑜伽的运动服 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个鲜艳的 那个多巴胺色系 感觉就是有活力 和力量感 对 因为可能欧美那边的话 其实大部分人 都会很喜欢这种 很健康 很自信的这种 对颜色 你们也知道 我是一个多不喜欢 粉色的人 但是我看了 那个粉色的套装 一眼就被它吸引了 我真的很忠套 它应该是巴比粉吧 对 它在这个粉色 就正好是 这个亮粉色 它不是普通的那种 淡粉色 它是很明亮 很提亮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我是觉得 它其实 我不知道它这个 这个粉色系 推出的是什么时候啊 但是我就是觉得 正好是 巴比这个电影 上映了之后 它就是符合 它这个 Danskin这个品牌 想要传达的 他们这个调性 就是精神自由 像这部电影 其实讲述的 就是说女性 其实要觉得 自己可能是 有能量的 然后有无限可能性的 我觉得它可能也是 Danskin主推这个系列 就是希望 让我们每一个女生 都可以 又个性 又耀眼 反正我就特别喜欢 穿那种特别乖张的颜色 就很多人 不敢穿的颜色 我都敢 但是我仅限于上半身 尤其是内衣 我甚至在以前 我还愿意跑步的时候 我去奥森 我就直接把外套一脱 就里面就是运动 运动内衣 对 因为在这种场景 我觉得它就是适合 这样去出现的 对 你也不会被任何人去侧目 而且周遭都是这样的人 对 其实如果适合 比如说搏击运动 或者非常高强度的 中高强度的有氧 或者说一些 灰拍类的这种训练的时候 那种内衣都是那种强 强支撑的 对 所以它其实 它会支撑的很好 是 它也会把你大部分 就整个上半身 几乎有二分之一的位置 会包裹的很好 对 是的 它不会让你没有安全感 我必须要这种 就我几乎所有的运动内衣 都是高支撑的 而且这种强支撑 包括它们有一个技术 叫STAR五星支撑 它有一个一拉一扣 两个动作 它能让你有一种 挺拔背部的效果 就这些衣服 穿上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会自动觉得 它会引导你去使劲 对 是这种感觉 反正对我来说 我可能会在 优惠圈生效之后 选两套他们家内衣 一个是那个 我看上了一套绿色的 是你的颜色 对吧 其实我想选那个黄的 但是那个黄 我觉得要肤色再黑一些 是 穿才好看 是 所以那个绿色 我可能会选 还有一个就是 前拉链的一个 黑色的内衣 因为对我来说 我的痛点就是 如果这件内衣 穿脱不方便 我连运动都不想动了 尤其是你比如说 练完背练完 你根本举不起来胳膊 我没法伸到后面 去解开它 尤其是有的内衣 它固定的非常紧 是 压胸的那种 你解不开 勒得特别紧的那种内衣 它可能会勒出腹乳 就是你把脂肪 挤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觉得看他们家那个 就是模特的图 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因为他们那个模特 并不是很受削 受削的那种模特 是相对比较丰满的 那个模特 但是他完全没有 就勒出腹乳呀 或者卡住哪儿呀 那种那种感觉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勒出一部分 或者说卡住一部分 他给你带来的 不是说好看 还是不好看 他在运动过程中 可能是会有 让你有种累赘的感觉 我动作就做不到位了 我就是这块勒着了 我没法使劲了 是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 不是完全为了好看 而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这件衣服你穿上 它能让你感觉到 它真的是 你一个好的伙伴 真的是有一种 工具的感觉 健身搭子 如虎天翼的那种感觉的话 它能让你忽略掉 很多你不该注意的细节 就专心运动 或者说 你哪怕不想运动 你觉得 哎呀我能穿上这个衣服 我就更愿意去运动了 是的 没有那种 需要克服障碍的感觉 是 那津津有味呢 这次也给大家争取了福利 在淘宝搜索 Danskin 是D-A-N-S-K-I-N 或者在我们节目的 知情评论里头 复制链接 也可以在节目简介中 点击链接跳转 进入Danskin的天猫商城 向克服报案号 津津有味 领取咱们听友的199-100博客专赏券 然后我们的优惠券的有效期是60天 全店通用 还可以和双十一活动同时享用 所以这个食物是不是也是这样 它满足的不光是愉悦的刺激 是不是它的颜色也对健康生活会有一些影响 我觉得是一定的 但是不绝对 就有关系 对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有关联的 但是你不能建立一个绝对的关联 就比如说 你会认为紫色全都等于花青素吗 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 但我周围的人有这样的 是的 就会觉得 我就按颜色挑 我能获得相应的营养 可是 不会有人认为 番茄的那个红来自于甜菜根吧 我这么一举例子 你是不是就知道 这不是一回事 同样是红色 对 对吧 然后包括咱们说到番茄 这个番茄红素最近也是 就是宣传的非常火嘛 甚至有番茄红素的提取物 对 说是好像对男生很好 是吗 都好 都好 然后就是 可能你会觉得 我吃番茄 尤其是红透了的那种番茄 是不是就等于吃了番茄红素 我们是 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你当然 有这样的心理的预期 就是说我会因为这个去想 更想吃这个东西是好的 对 但是你不要有这样的 对于健康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 就是你如果想靠吃番茄 达到番茄红素可以起效的那个量 哎呀 这个可能不太容易 对 虽然很拗口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实现的路径比拗口可更长 对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功能食品会宣传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他们大量的通过提取 通过浓缩 把这些所谓有功效的成分给单独拎出来 但是我们反正津津有味的态度是 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吃天然的东西 是的 因为它补充的不光是这一个东西 是 我们前两天还在这个 我们减肥群里面跟大家说 你不要老是吃粉 你不要老是说 我现在没条件 我现在出差呢 我吃个粉就行了 你能找蔬菜 你一定要找蔬菜 因为比如说羽衣甘蓝 吃羽衣甘蓝 羽衣甘蓝的营养 不等于羽衣甘蓝粉的营养 完全不能化 羽衣甘蓝粉的营养 不等于你吃下去能获得的营养 对 就这个中间太曲折了 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节目的这个态度 就是我们不怕打脸 营养学一直在发展 然后我们的知识体系也在进步 对 然后我们认知也在进步 是的 我们现在也在考虑 我们之前说的一些话 是不是过于绝对或者过于中立 我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 会乍着胆子说一些结论性的话 也是因为 其实就像多巴胺一样 我们觉得 我们的听众 有的时候是会需要这种直接的刺激 是的 我们建议大家吃的丰富一些 包括你只要吃够量 吃够种类 它一定会比你单一摄入 或者说不注意 要摄取的多一些 而且这个事你要放到长远去看 就是比如说 我吃羽衣甘蓝粉 OK没问题 你如果只是应急 吃一次两次 或者说 它就是我日常饮食中 经常选择的一个食材 也没关系 你对它有另外的一些搭配 你不是说 我今天这一顿饭 就是ABCD粉 搁一块 然后霍冷霍冷 如果你不是天天这么吃 我觉得都OK 你知道吗 我们录健康零食的时候 我被训练过的快手 推出来的全是这些东西 一碗里面丝无种粉 对 对 我们说回来 这个用颜色来判断营养 其实用颜色来判断东西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广告的时候 你其实如果仔细观察 能发现一个洗衣液的广告 和一个汽车的广告 一个珠宝的广告 和一个卖食品的广告 演员穿的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 他需要的刺激不一样 这就是 不管是从哪个维度 其实重视颜色的搭配 都是有道理可讲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景 比如说小朋友 你要给他做饭 尤其是刚开始接触 自然天然食物的小朋友 你如果给他一白不慈烈的面条 他可能就不爱吃 你给他一个 比如说胡萝卜 手指的那种 就是那种手指食物 胡萝卜或者紫薯 他就会玩得不亦乐乎 虽然给你弄得满家都是 但是他对这个东西 确实天然会更有兴趣 包括像病号的时候 你给他蒸一个鸡蛋羹 上头搁两个胡萝卜 或者搁两个虾仁 虾仁粉色的 他就会觉得 好像生活也不是光病痛 这么一些 或者说你给他断一盘 这个鸡蛋羹上来 他可能会主动要求 你给我点点醋 他可能不是为了那个酸味 对 包括你做菜的时候 家里来了客人 你肯定是希望一桌子 有点这个颜色 有点那个颜色 不光是说我希望 又有 我希望一桌子肉 而我希望的可能是 又有鸡肉 又有牛肉 鱼 又有鱼肉 对我有不同的配色 不同的点缀 同时就本质上 它是具有不同的营养 是的 就是它 它这个颜色的背后 代表的是不同的种类 是的 不同的营养 其实这个风潮的火热 代表着我们消费者 思想的转变 这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进步 是 你想我们小的时候 一说到食用色素 那玩意儿有毒 顶多就是在馒头上 给你点个点 这就 你行啦 就吃一点量就可以了 其他的色素都不要碰 这个为了仪式感的 我们可以允许你 要么就是 你吃那个蛋糕 那个色素的蛋糕 对 吃完以后嘴都是 什么蓝的绿的那种 你伸舌头出来 那必须一年 只能吃一回 对 包括有的 你喜欢那种糖 包括那个 果冻 那个学校门口小卖部 卖的那些三屋食品 家长都 为什么不乐意呀 不是因为说 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他只是看到了 你吃完之后 满嘴的各种奇怪的颜色 手上什么的 那会儿可能确实 色素的这个工业发展 也是有限制的 现在一个是 我们虽然不支持 天然就等于健康 这个事儿啊 但是确实 比如说他工业的发展 你提取工艺的 这个进步 你像有一些 以前如果我们想提取 就是色素的时候 你肯定得先给他弄干嘛 你如果用烘干 或者是相对来说 温度比较高的 这种处理的方式 那他就变色了 他就褪色了 现在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用冻干就好了 对吧 现在你像很多这种蔬菜 蔬果粉 他都是用冻干的 这种手段 做完以后 那个颜色非常鲜亮 对 他的天然的这种 咱不管他是色素也好 是营养素也好 他保留的都非常的 是的 全面 但这种东西放到你家庭厨房里面 你就会发现你力不从心 熬一锅紫薯肉 最后变成五盒汤 那个傻真的不太行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 真的惊呆了 那个时候 我可能刚刚大学毕业 就是兴致勃勃 最后熬出来 没有食欲 那根本就不是刺激食欲的颜色 尤其是如果你里头 还稍微有一点 富含蛋白质的米 嗯 还有泡 哎呦我的妈呀 不能想了已经 其实这种 这种东西一直是存在的 只不过 其实就算是最近几年 我们还是经历过一些 超范围使用 哦 所以说 我们对色素的这种惊恐 其实一直没有消除 只不过程度浅了一些 我觉得也是 一是因为工业的发展 二是因为营销 现在 以前的营销 更多的是 呃吹 嗯 不太负责任的那种宣传 嗯 现在的营销是基于 事实和科学的 嗯 这种 当然它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 它一定是有科学道理的 那这种宣传 会让我们心里头 略微踏实一些 就把一些误区逐渐的 呃清晰化 然后把一些 信息越来越透明了 对 误解消除掉 对 嗯 所以大家才会面对 这些五颜六色的食物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惊恐 嗯 不是劝退 不是看见红蘑菇那种感觉 对 嗯 有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 什么五颜六色的 肯定不健康 这种话现在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 我想去试一试 嗯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 我绝对不能碰 对 我要听爸爸妈妈的 这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了 是的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 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 这应该是一个 市场教育的结果 必然结果 尤其是他对情绪的价值 对 这绝对是一种 值得鼓励的一种手段 嗯 所以这种呃 承担了一部分 情绪价值的食品 是不是也是 大家追求他 不光是因为他 你看又有营养 嗯 又有情绪价值 嗯 然后还有审美 嗯 他好像是那个 咱们那个 评价图 哎对 就他好像每一个格都点满了 对 他不是那种 支了扎红的那种 对就不是那种 呃 一砖 嗯 一砖多能了 现在变成 对 嗯 所以说为什么 有越来越多的食物 管自己叫超级食物 他其实 嗯 是被商家包装成了一种 六边形战士 哦 我觉得就是 呃 这也是我们刚刚 其实从刚刚那个结论 引申出来 就是商家 他的宣传是基于一定的科学 对 依据的 但是呢 被宣传成六边形战士 他多少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 在里头了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 嗯 这个超级食物的范畴和他的典型 对 来先说一句 不是人话的 嗯 超级食物 什么叫超级食物 他的定义啊 所谓的定义 是对健康非常好 甚至可能会对某些疾病有帮助的 诶 你这句话可得小心哦 诶 我打了引号的 我这句话在引号里面 然后引号结束 言外之意就是说 这类食物某些营养价值是超过同类的 你看我们说话 我注意是某些营养价值 而且是超过同类 诶 不是超过所有 嗯 而且据说可以降低各种慢性疾病 然后达到食疗的中低效果 我建议你把你把引号打到这儿吧 好吧 嗯 抹掉那个引号 然后就好 引号结束了 因为是这样的 不管是我们在工业里边宣称的 不是宣称 就是我们工业里头叫它叫功能食品 还是在这个里边叫它超级食物 呃 所有的食品 只要你在监管范围是食品的 都不允许宣称它的功效 这个时候商家可能打的这个套路 就是我宣传某一种它的提取物 就像我刚刚说的番茄红素 或者是花青素 它的提取物有某些功效 这个毋庸置疑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对 是有实打实的实验数据在那儿的 是的 但是 它会 它会引申到下一步 就是我的商品里头 我的产品里头 含多少这个东西 嗯 这个事儿 你想到最后 是不是就走到内卷那条路上 就是我含25% 我含28% 我含32% 但这个东西真的是越多越好嘛 嗯 真的是我的生命 我的一餐的营养只需要这个东西嘛 嗯 反正津津有味不这么看 嗯 嗯 所以现在必须得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词不是一个科学定义 就是个商业营销名词 对 你挂上这四个字 你吃的食物也不能治病 甚至 甚至不能缓解症状 对 嗯 千万不要觉得你不买它你就亏了 不买它你省钱了 哈哈 我我们是觉得 你像我们下面肯定会举一些例子啊 就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好 它一定是好的 对 它一定是有营养的 它一定是 比如说 它相对于一些 我们所谓的超加工食物呀 或者是一些 呃 这个精深的这个 加工的结果 嗯 它会更好一点 但是 不代表它就好到 可以 解决问题 取代药物 取代治疗 对的对的 尤其是当你对它有一种预期 一定是因为 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或者你担心你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然后吃药 你又觉得药是有副作用的 对 哦 你就会滑向这个深渊 是的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必须让你知道超级食物的一些真相 嗯 嗯 然后首先第一个要让你知道的是 科学上没有这个定义 嗯 刚才已经说了 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监管的角度 食物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被叫超级食物 目前是没有共识的 也没有 就是 我感觉所有靠谱的营养专家 都不会拿这个概念出来唬人 你不要以为它有百度百科 它就 它就叫科学 我觉得你在内涵 但是我没有证据 真的 很多人会觉得它有百度百科啊 它是有定义的 百度百科是谁都能网上传的 你们知道吗 嗯 好 现在大家知道了 反正就我观察来看 我关注的那些非常靠谱的营养专家 或者说比较靠谱的医生 没有鼓吹哪样食物 让大家多吃啊 你必须多吃 反而是让大家清醒的认识 你不要认为吃它就会怎么样 但是这个态度 你不要认为吃它就能降血脂 嗯 吃 奥米加三就能降血脂 嗯 吃什么就能降尿酸 吃鱼油你就可以不吃鱼了 吃这个什么枸杞就能缓解你前一天熬夜的症状 嗯 就它不会这么说的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特别靠谱的营养师去卖护肝片 哎呀 就是一个道理 这个可火了现在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需求量那么大 就是因为打工人真的很辛苦 大家需要有这么一个 嗯 我只想要多搬 你不要给我内飞胎 嗯 我知道我只要规律生活 嗯 合理安排饮食 嗯 规律运动 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可是我现在我做 我做不到 嗯 大家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去 想走结局 陷入一种盲目的追求 嗯 就是属于进入了一种 我道理都懂 我就是做不到 我说句题外话 凡是这么说的 你真的不懂 嗯 凡是这么说 道理都懂 我做不到的 你其实没懂 你是只知道这一句道理本身 嗯 你并不知道它后头被折叠了的很多概念 很多 呃 规律 很多原理 当你言行一致的时候 你可能才真的叫道理懂 嗯 是 说回来 卖家就是拿捏住了你这种心态 是的 所以 他只要给自己的食物贴上超级食物的标签 他就能卖给你 而且还能卖的很贵 而且你还买单 你还觉得 他值 对 嗯 没准你还觉得占便宜了 哎 我买的 我买的可是 提取物 不是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 我不管吃多少量 我可能都达不到那个 那个那个度 嗯 你可能会这么想 对 嗯 第二个必须让大家知道的真相是 没有哈佛医学院必须 建议必须吃的十种超级食物 哈佛医学院说我没说过 哈佛医学院说 哈佛医学院说我事挺多的 你们不要让我老参与这个话题 哎 这个事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看了几本畅销书 我以前不是特别 我也没想到你会看畅销书 就是我最近在研究传播这个 这个这个方向的一些东西 就是以前我我获取知识的途径是先从课本 嗯 然后开始呃 系统的先搭一个框架 然后再往里填肉 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再去看这个领域的畅销书的时候 我脑子里是有概念 就说哦 这个是补充了哪一块 或者这个是从哪来的 我会有这种这种呃 知识体系 嗯 但是最近研究了一段畅销书之后 我发现我我之前的这种模式是内非态模式 嗯 但是其实这是不利于传播的 你想如果我想知道一个概念 我他妈得先从课本开始看 我在什么时候猴年马月 才能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 嗯 所以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信息碎片 叫做粉末 这这这这 所以大家会从抖音上去学知识啊 啊 就是这种这种模式变成了我得先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 嗯 哎 好像其实我现在反而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 嗯 我认为呃 这也是一种能达到目的的方式 至少是一个开始 对 至少你得让大家意识到健康饮食很重要 嗯 或者说呃 有这么几个可以遵循的tips 就是允许自己先走几步弯路 或者是先走起来 对 你别说呃 反正我学不会我就就躺平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怎么有一个词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领域你以前哪怕连弯路你都没走上去过 嗯 你就根本没有意识到我需要对我的饮食进行一些规划 对 哎 哎现在你有了这样的意识 呃 或者说这种畅销中 因为他非常符合这种人类的认知的这种或者注意力的这种这种规律嘛 嗯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我用一个很权威的人的形象 嗯 然后给你几条你好像立马就能上手操作的这种这种方式 他就会给你一种我也可以 对 那我先动起来 我先呃开始关注这个领域 那你是不是也会慢慢的比如就比如说你可能关注了一段时间 你可能是从哈佛医学院的这个呃某一个宣传里头 然后你才慢慢关注到津津有味 你才又会开始对他进行驱昧 哦原来我们跟哈佛离得这么近呀 哈哈哈哈 我胡说了啊 我胡说 就是这可能是呃不同的人的认知的方式的区别 嗯 就比如说你就是相信这个十十十十二种食物或者十种食物 你就特别多特别经常的吃他 没问题啊 挺好的 也挺好的 你只要不只吃他就行 嗯 对或者说也值也肯定比你之前如果是重油重盐 然后呃高这个主食含量的这种这种食谱要稍微健康一点 对没错 嗯反正首先跟大家明确的是没有这个说法 嗯啊 我就不去跟大家说来源了 还得一堆念一堆那个英文的名字 哈哈哈哈 那个确实不太好腻 对 嗯什么凯瑟琳女士 哈哈哈哈 对吧 米歇尔博士 哈哈哈哈 反正他们的名字也就那几个 对 但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这个官网确实是发发布过一篇这个评论文章 嗯 这个文章是直接说超级食物确实有营养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嗯 但是这个词对于促进销售比提供营养建议更有用 对 是的 这句话真的是一句大白话 就是极端的这个概念和极端的结论是特别容易引起引发这个注意力的 对 食品行业之所以有动力去营销那些超级食物 无非就是因为我们消费者是愿意为他支付更多的钱 如果你这个食物还有健康声明 你就能挣更多的钱 盆满钵满 对 这是商业的本质 对 嗯 而且我是感觉啊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变心黑了吧 就是我觉得商业是促进社会发展的 对 或者说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当然我们不能没有底线的去追求效率 不能没有底线的去追求这种所谓的宣传的这种这个效果 你这两句话很多人就已经做不到了 这是法律应该管的事 这不是我应该管的事 对 但是 但是还是那话 我觉得这个事也总比大家回到原始社会连熟肉都没得吃的时候要好 对 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发展的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偏颇 对 就全盘否定这个整个东西 是的 嗯 所以超级食物它不是说有多大的问题 它的问题可能是容易让你只过度关注这几类 就像多巴胺一样你会依赖它 对 你一旦只关注它 你忽略了其他有可能跟它有同样作用 但是没有被贴上标签的食物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很亏的一件事 我反而会觉得 我反而会觉得你能买得起你能为这样的营销买单 那你的这个收入应该是比较高的 嗯 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没有知道它的所以然的话 我会为你而感到惯惜嗯 市面上的宣传点也不应该是完全为了注意力去宣传的 对有的人是因为有财力有的人是因为有支付的意愿你有这个意识 有的人是有需求刚需 对就无论怎么样 如果你只追求这种单一的这种路径的话 其实都是很值得惋惜的一件事 呃不要就是过犹不及嘛 就是你可能刚开始意识到我需要有一些健康的知识 呃虽然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这样说话不腰疼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呃你哪怕不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的去接受 接受一下这种呃不管是营养学也好 还是这种嗯生理卫生这种教育 我觉得会让你看透很多营销的本质 对是的 嗯 剥开迷雾 就是我们想干的事 我们一直是活该津津津有味不挣钱 如果你懒得去走这个内飞泰的这个路 那你就关注津津有味 我们帮你走 对我们会我们以后可能也会总结一些所谓的结论 嗯嗯帮助大家折叠一些我啰里啰嗦婆婆妈妈的这种话 对嗯嗯所以就是简单总结一下哈超级食物大多数是好的 我们没有否定他嗯他是值得吃的对但是不值得非他不可 也不值得只吃他对就是我们不要被这种概念干扰 对因为任何营养素在我们的身体需要协同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是的嗯我们体内的器官体内的系统都这样 所以说超级食物绝对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营销概念 我们这期不是在批判他嗯但是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逐一分析一下当前特别流行的几种几类超级食物 有代表性的分析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都给大家说的绝对说不全 为什么说不全我们最后告诉大家嗯然后我们只说一些比较常见的什么人参南非醉且 什么马达加斯加香草夹什么马咖这些我们都不说了啊 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吃上 首先一个风尚标 就是人们开始对脂肪重新接纳了嗯重新定义脂肪重新开始追捧脂肪 甚至有人专门找着吃对嗯第一个三文鱼 好贵我爱吃我必须承认我非常爱吃它但是我吃它只为了它香 我从来没想过通过三文鱼我去获取什么因为它不是我规律摄入的东西 哦三文鱼是我规律摄入的东西我们家是冰箱里一定会有 因为你买的是那种冷冻的可就是不能生吃啊对烹饪的 它会便宜一些一个是便宜一些再一个就是因为我是个爱吃鱼的人 嗯然后我们家因为有孩子嘛然后这个东西又很方便嗯 所以就就是常备的一个一个东西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连角度都不同 对嗯就是很多媒体博主和公众号会把现在会把脂肪重新定义成好脂肪和坏脂肪 但我们其实一般建议大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指导一些购买行为 嗯我们会建议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成相对优秀的脂肪和相对没那么优秀的脂肪 嗯而且我们会反复说的是再好的脂肪它也是脂肪 也有摄入限量你不能在吃想要脂肪的时候去去说这个脂肪是好脂肪我要多吃 同时在减肥的时候又又又视脂肪为仇敌 对啊然后嗯一般来说优质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脂肪是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 就是不饱和脂肪 对那相对来说没那么优秀的就是或者我觉得它有一些健康风险是对 嗯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把它叫坏脂肪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没什么好处除了香就是反式脂肪 哦如果你把情绪价值的这个提供也算上那就算它没那么优秀吧 嗯就不批判它了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会给猪油证明 会证明饱和脂肪没有那么坏 但是我们这次先不说它嗯 我们回头会跟大家开单独的 对单独说一期油嗯 就像三文鱼我说我们家会常备 但我们家同时也会背其他的鱼 对这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可能会有一些 大家怎么去找平替 嗯因为有的这些所谓的超级食物真的很贵 对比如说嗯我家会常备金枪鱼罐头 我们家是黄鱼 黄鱼响 对嗯我们家还有茄汁青鱼 我从小迷恋的一种 豆豉鲫鱼嗯嗯 家里一定有这种罐头 金枪鱼我们家是那个大的袋 我们家是小罐因为我怕我怕它坏 因为我吃的多嘛就是我经常吃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懒得做饭嗯 的一个简单的蛋白质的来源 对它又高蛋白又低脂肪又低碳水又没有糖 除非它加 对 然后我们一般买的是水浸对的然后它的那个呃 它虽然低脂肪但它脂肪里面还主要是以补宝和脂肪为主 嗯嗯而且在矿物质方面它表现也非常优秀 对是 顶多就是三文鱼比金枪鱼更多一点EPA和DHA 但是对于成员人来说这俩有什么意义吗 嗯对儿童其实也没有意义那么大了 对对可能就是呃生着吃当然生着吃金枪鱼也很贵哈 生着吃它的拱的堆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风险就我们常吃的金枪鱼罐头可能有的更多的是监鱼啊 它其实风险是很低的对的对的大家不用担心重金属这个这个问题 而且生着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生着吃的风险对 尤其是对什么免疫力低下的尤其是孕妇嗯 你最最好还是不要你不要冲着这个去生吃三文鱼你把它做熟了是没问题的嗯嗯 然后这是脂肪的一个呃动物来源的代表对嗯 那还有植物来源的哎接下来几乎都是植物来源的嗯嗯 比如说奇亚子哎呦 奇亚子这两年巨火你看啊就那些带货的主播没有一个不卖奇亚子的就是各种泡的那种罐罐呀什么之类的都得有对连我都买了 哈哈就是就我们不是不吃哦对我们吃我们是不止吃啊我们也没对它抱什么过分的预期啊 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说它不好吗它挺好的富含膳食纤维确实富含膳食纤维啊 它它我觉得它有点六边形战士那个意思你看那个一小撮嗯一泡壶啊一盆对啊然后有饱腹感啊有蛋白质对 又质脂肪膳食纤维有啥有啥矿物质你也吃不了那么多哎呦 但是吃多了它真胖因为它热量可不低咽不下去吧那玩意真的挺占肚的嗯嗯所以说如果你想通过奇亚子去摄取足量的膳食纤维的话我觉得你还不如吃点蘑菇哎蘑菇炒盘蘑菇吃包括什么炒杂菌嗯各种各样的蘑菇涮火锅的那个蘑菇点点蘑菇 哦对哎蘑菇不要当主食哎但是它当膳食纤维就很好呀对特别合适而且不用担心发胖嗯你只要不炸它就行 也不要裹着麻将吃那个确实不坦行真好吃然后经常被拿来一块说甚至有人分不清的是亚麻子啊嗯亚麻子现在还做油就是专门做油亚麻子油对还不错是一个挺好的但真的很贵也很贵很贵嗯而且很多比如说老人多的小区经常会有一些微商的宣讲我经常看到老人拎着亚麻子油的那种翻步道其实北美的超市流行过这种富含 Omega3脂肪酸的鸡蛋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开始流行低醇鸡蛋了就它开始流行就鸡蛋对鸡蛋下手了对鸡蛋都有功效鸡蛋了就是因为它会给鸡胃亚麻子它得卖多少钱呀这是一个灵魂拷问嗯但是说真的啊你要是想获得这个亚麻酸的含量的话你不如吃亚麻子去代替奇亚子因为它便宜很多 嗯也不用再吃那个鸡蛋了对那个含量可真的很少生物积累这个是有数量级的下降通过鸡蛋收入足够多的亚麻酸你得吃多少档固醇进去嗯嗯接下来说一个我特别喜欢但是我发现你们都不喜欢的我不爱吃牛油果不爱吃嗯我吃过嗯也嗯找找过它合适的搭配嗯比如说呃沙拉里头哦我可以因为它量少 对而且有其他的味道对是搭配的综合它我就喜欢纯吃它那股草味对不不行嗯我包括奶昔我都不行奶昔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奶昔壮的东西哦包括切片呃蘸芥末酱油去充当三文鱼我觉得遭见它了我吃三文鱼我就喜欢牛油果这股的味嗯就是为什么说它好它牛油果真的很好说真的真的很好 它跟普通水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把它当成水果对你不能拿它当水果它里面是有大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的含量是极高嗯非常高在它的肝重里头占一半以上而且你别看它丝滑它有膳食纤维啊可容性它没有你不扎嘴对它是真的可以起到调节血脂和降低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的作用的嗯对这个是有过实验的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严重到需要去降血脂了你要靠吃牛油果是没用的你吃脂肪降血脂这个得吃药这个多少是有点反直觉了对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想获得这些脂肪只能吃牛油果吗那么多的油刮嘴都可以我们日常炒菜用的比如说我们家用的那种低戒酸的菜籽油菜籽油嗯很好的对 花叉着吃吃点高油酸的花生油嗯嗯嗯包括你去吃点夜宵的时候点个花毛一体包点花生你跟大家说你们吃毛豆我吃花生那点油酸你就都厚得了是吧嗯包括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那些坚果我们吃坚果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这点东西吗优质的脂肪嗯然后香香的口感嗯快乐的分享对不但有优质脂肪 还有大量的纹生素液啊膳食纤维它的营养价值是脂肪性含脂肪性的纹生素也很高对它不输牛油果的是的嗯所以你如果买不到牛油果因为有的人他所在的地方超市里没有这东西而且牛油果真的很不好买到成熟度非常合适对容易坏非常容易坏坏了真心疼哎呦所以你如果买不到它或者说你你买不到它你也不用说非得去网购因为这个变数太大了嗯嗯你就 就随便买点什么杏仁核桃每天吃一小把对吧对对对然后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花生一样能获得同样的营养价值是嗯然后再说一个这个已经风靡了一段时间的吧嗯橄榄油风靡甚久对嗯但说真的没有十来年了对说真的我并没有特别喜欢用它因为我的饮食的习惯就是不太容易用到它主要是你看我吧吃凉菜呢 我不太喜欢用油拌哎是的我都是用汁拌我顶多滴几滴藤椒油我用汁拌的和酱拌的都有嗯但是我很少用油拌对我我尝试过在最开始吃沙拉的时候去尝试过自己做油醋汁我不喜欢然后橄榄油呢又是一个极不善极不适合加热烹饪的对它烟点非常低所以其实很多中国人用错它了嗯但不知道或者说我知道它不能炒菜不能爆炒 我没别的办法因为我买了太多橄榄油而且我也我们家也不怎么吃两拌菜嗯是的所以就是跟牛油果一样它的平替还是那些市面上非常好买到的高油酸的花生油对 葵花籽油包括低节酸的菜籽油大家在市面上去找在这个它的包装上一定会标注它的油酸含量是超过55哎这是它的卖一点对它可能用最大的字让你看见对就是如果你想就是 获得有益心血管健康这个功效你不用去养胀橄榄油嗯嗯对基本上是呃尤其是烹饪用油我的建议是花叉着吃对买小包装哎小包装的又不容易变质然后还营养相对比较丰富对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的坚果嗯坚果我觉得你只要把它当零食吃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健康零食 那也得适量没有人把零食吃饱吧嗯我对零食会让人吃停不下来呀我我对零食的定义就是摄入量非常少嗯我不是按照你吃的时间算零食啊嗯哦就是一天量摄入量在多少以下的我觉得叫零食还有就是椰子油椰子油最近特别火甚至有的人用椰子油来炒菜蒸米饭熬粥煎鸡蛋 我的表情逐渐那个地铁老人两花我觉得椰子油这个东西就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我我用它就是涂它那个风味对对吧包括椰蓉呃椰姜椰子脆片现在还有用椰子水要取代水的这种大这种厥词也有人放我之前觉得对咖啡也就很可以了没想到现在就有人用它来代替水了是吗 还有什么还有宣传卖点是什么卖的比水都便宜的椰子水好家伙嗯反正我们的建议哈如果你一定要用油请优先用更高质量的油而不是椰子油椰子油它是主要成分是饱和脂肪酸对它我从我的角度或者说从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讲我们对它还是存疑约等于我们认为它约等于可以约等于猪油嗯嗯嗯虽然现在有些研究表明它没有那么大的危害你看这个措辞 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嗯嗯嗯不用多说了吧对吧油就说到这吧嗯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风尚标就是优质碳水只有优质碳水才入得了你的法眼其他都是脏主食我们讲主食的那一期其实也说过嗯精致碳水不是精致不是它的错对是你的搭配有问题是的嗯嗯嗯嗯我们重点说两三个啊嗯首先离麦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觉得离麦才叫好主食了 甚至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不建议你煮吃离麦确实不太好消化你作为一个单独的搭配或者说点缀其实很好的你看有很多很好的沙拉搭配的很好的里面离麦就那么一丢丢对吧嗯里面其实大部分还是一些杂豆对嗯包括一些鼠类哦是是是是谁一盘子离麦饭你是你是鸡还是鸟啊对吧我觉得这就是鸟吃的东西人家现在不是说吗健康餐就是吃鸡 鸡和吃鸡的鸡的鸡它真的被炒得太火了什么素食之王营养黄金内类食品我的天哪就它确实很有营养它真的营养很全面它也是有一种六边形战士的就是有潜能对但是它没有那么的不可替代比如说很多人吃它是涂胎的血糖反应第一可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我们可能会更有更多一美之词的燕麦 啊又便宜我会认为它可能能从这个角度去代替里麦而且DGI这个事啊呃不光是这个原料的GI值还有你怎么搭配你怎么吃你的量顺序你的这个是不是充分咀嚼这些都会影响它对为什么现在大家碰刃方式会逐渐的又接受到一个新的词叫血糖负荷就是因为你不能只关注血糖生成指数对吧嗯那吃燕麦的话我们大多数提涂它的就是高膳食纤维 嗯包括这这个β蒲聚糖它是能明确降低体内胆固醇含量的对但是真的你要说光吃燕麦能有多少这个我们也不不保证啊对不保证嗯而且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相对绝对话的说一句我们认为燕麦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对因为它没有那么的难消化也没有那么的难获取难烹饪对它是可甜可盐可干可稀 可主食可主食可主食对对物美价廉也不用找进口嗯因为你知道你有时候有的时候你买梨麦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被接受的市场教育不是找五台山白梨麦你是去找南美洲红梨麦对这溢价就超过了我都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此处我们没有去尬夸燕麦就是这么好嗯然后嗯还有就是红薯和南瓜 它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重新翻红因为只有到了秋冬你才会想吃烤红薯吧对大夏天的捧一个烤红薯地都烫它更烫卖烤红薯的都不乐意凭什么你吃我受罪嗯它其实也是在超级食物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嗯我们不太想夸张它的营养价值对必须承认它很好但是没有没有什么必要去夸张它对这三个我们都在杂粮那一期应该是都讲过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图一种情绪价值因为它吃它真的很开心嗯烤南瓜烤红薯对吧做成甜品嗯打成奶昔 嗯其实都是挺好的选择是又当季又便宜看着是多巴胺又是梅拉德对我觉得挺好的对嗯然后第三个风尚标只有那些超级高级的蔬果才叫超级食物哎我觉得现在蔬果真的是有笔是利安啊你看谁在晒涂的时候晒大白菜我可爱吃大白菜我也可爱吃了我们两个你看重灾区就是鱼衣甘蓝 对吧嗯以前的景观食物嗯肯绿化带的对呀包括嗯现在被捧得很红的十字花科蔬菜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十字花科里有啥吧萝卜嗯嗯胡萝卜芥兰嗯菜心嗯包括甘蓝白菜啊这都是都是啊干嘛就非得折着鱼衣甘蓝呢又贵还不好吃一百克四五块钱你去掉那个梗只剩下叶子你又拉嘴嗯 又拉嗓子你看我都是抄了一下水我把它钻干吃的有很多人是用油把它抓软吃的我真接受不了这种吃法但是好看我没有那么的我还是挺实在一个不行不行脂肪还挺多那样嗯就很多人会觉得这种东西热量少能帮助减重能促进排便可是这是大部分蔬菜都能起到的作用对吧都没错嗯就是我发现营销的这个噱头就是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嗯但是我我不告诉你除了这句话以外或者说这句话成立还有很多条件嗯除了这句话以外还有很多延伸的这个这个观念嗯这下他都不说对前言后语他都不说嗯同样的重灾区莓果类嗯你就你这一个早餐盘早餐晚不不加点莓果就不高级对蓝莓嗯什么桑热嗯什么这个树莓黑莓 所有你买的觉得作牙花子的梅都特别适合摆在这碗里而且梅类是真的不好保存特别容易长毛特别容易烂嗯它都是果皮特别薄然后又很汁水丰富然后一磕就烂没错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莓果买冷冻的还便宜嗯那个是产地直冻我们家一直有嗯一直一直一直有但是新鲜的可能一年都不会买一次买过一次长毛了心疼的我把毛 洗掉了吃的你知道吗这是错误示范啊错误示范啊必须说一下下一个风尚标健康零食才能救我狗命这个我们也单独录过节目啊大家可以去复习健康零食那一期但是我们这块单独说一个鹰嘴豆啊我们可能接下来还会跟大家在一期红黑榜去测一下这个东西嗯嗯我们提前说一嘴鹰嘴豆之前是没有出现在我们国家的传统食谱里的它好像是不是不在中国种啊新疆不是有吗有吗有吗 不知道回头我们再做多功课吧就这个东西又低脂肪又高蛋白又膳食纤维对吧就很好可是没有它的那些年我们没这些东西吃吗豌豆也行啊啊毛豆云豆啊再来一盘花毛一提你花生你们吃我吃毛豆这反正一人一盘吧就然后就是黑桥啊怎么怎么就那么对不起我是一个不吃黑桥的人吃不进去 我觉得黑桥在我心里跟我认识的巧克力是两个东西嗯就完全没有关系它在我心里可能跟蜡烛是一类的东西哈哈哈要把它点了是吧我们没有否定它我们只是希望大家知道它本质上还是脂肪对嗯吃它可以但是不用去想太多别想太多对嗯也不要超限量吃对嗯下一个风尚标发酵食物不致癌了发酵食物是我的神等等 等等等等谁说的呃卖康普茶卖开菲尔卖泡菜的人说的就敢这么说吗但没没有人打假他们真的就是你想啊我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所有的发酵食红肉都是二二二二二二二类致癌物对这是把上钉钉的吧对对对结论吧嗯啊谁说的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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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精一类致癌物这都是发酵的还急得都敲桌子了 对吧我是我是干发酵出身的嗯我知道就是参与了微生物参与了的这个东西它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好处嗯比如说它会把大分子的分解成小分子它是更容易吸收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小分子的这种多态它是有一些功能的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去专门针对他们去做是这个深入的挖掘但不代表它就是万能的不代表它就一定健康的尤其是自己家发酵 我再次再次强调只要听过我们节目的我建议都不要在家自己发酵东西啊很危险你你收手你的怒气下一个风尚标也很搞笑就是香料不要拿来做饭我们拿来治病啊听过没有姜黄素哦这个太火了抗炎饮食的王牌姜黄现在是什么节酒护肝抗炎抗氧化抗衰老反正就是吃了它我长生不老了 哎不这是不是应该改叫唐僧肉哈哈哈哈辣条是吗而且现在市面上买到的姜黄素里头的色素比例是远超过姜黄素含量的功能成分的比例的对而且很多它是不标的哎你想吃它来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预期你可能爸爸会先变黄人也会变黄吧对会会会会啊所以咱 不要觉得香料对你的健康生活能有什么颠覆性的帮助这太细微末节了这玩意儿就算它有能吃多少啊当饭吃糊糊成面团你甚至不如那这个我更鼓励你吃个提取物的胶囊哎你就别吃香料了可能还真有用对嗯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啊我们再说一个很小众的叫有些东西你听都没听过但是它很火 比如说营养酵母你听过吗你是不是只知道安琪酵母我接触的酵母都是工业发酵用的我们都是按原料买的这个东西是素食者的福音它是专门为素食者提供B12的哦那B12的提供方法可多了可贵这东西巨贵一克五毛钱这个东西确实贵啊是因为如果把它做成产品你就要保持这个稳定嘛 微生物想保持稳定可不容易嗯啊所以它确实很贵它成本高你发现没有卖的越贵的口碑传的越广的越神秘的都是那种嗯抑郁的啊见不着的啊进口的轻易你在田间地头没见过的啊没听说过的就是你想知道它的真面目有点难的需要驱眉嗯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鸡蛋对吧嗯其实蔬菜里面菠菜也很好白菜也很好为什么我说这些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在节目的就这一段的最开始我跟大家说我们说不全是因为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天天都能吃到超级食物其实如果你正常的健康搭配 每一个食物对你来说都是超级食物对你就是有机会你千万不要怀疑你你不要觉得我们在是不是夸张了是不是跟什么食品工业作对我们是不是收了对价的钱没有啊我我是干这个的我我得靠这个是活着呢对因为这些被贴上标签的它是占有一些有话语权的标签的比如说抗氧化嗯比如说促进肠道蠕动比如说这个稳定肠胃环境 增强免疫力提升抵抗力呃提升抵抗力现在后疫情实在可太火了是的啊就感觉我每个人都没有抵抗力连卖那个香菇脆片的都这么说自己就是因为香菇多糖哦因为在有的人的比如说化疗的药物里面也会出现这个东西对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新瓶装旧旧就是反复的玩概念嗯七个名嗯多巴胺了美拉德了刚才说的超级食物接下来又是一个 我们经常被问到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节目梗的就是超级食物磨成的粉为什么这个火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吃不下那些东西我我对就是我想说就是你同样的食物可能我能吃下去但是你可能只能吃粉因为它能轻松的融到果汁里融到水里奶里对吧我需要这么多但我有吃不下的一种解决方案它不会给你什么负担所以有的人包括他便携嗯 包括他不用去烹饪对的所以他活起来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他是精准的match了一些需求是的和场景的对但他绝不是就是能一招置敌打天下的这种一招先吃遍天你绝对不能考他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还是能吃天然的吃天然的对吧就是我们消费者很难对于我们到底缺什么去做个评估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你去医院去查一下 你是不是测一下是不是缺这些缺微量元素很少有人真的去测而且说实话测的那个结果也仅供参考对大多数人就是一听耳朵听耳朵比如说这个博主告诉我要吃这个好那个博主说那个好这最早应该是张木本还是张物本张物本绿豆一天吃二斤绿豆我的苍天呀就是食物中你膳食中你缺乏一种食物并不是靠一种 或者几种补充剂能解决的这个我们反复跟大家说对的就是我们大众缺乏专业知识这是一个常态或者说这就是现状这是应该的对你现在的知识就是被折点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对嗯但也不要说我知道了一个就好像知道了全部一样对嗯或者说有些人他是正好到了一知半解那个程度他可能就开始在自己身上下手了 我每天买一堆瓶瓶罐罐的东西有的人跟跟那个巫师似的吧今天加一勺这个明天加一勺这个对大家就是一方面是苦于去建构一个均衡的态势嗯一方面呢又不想让自己感觉在吃药哎吃药会让自己感觉有一种弱的感觉哦生病了不行了嗯很少有人会愿意去承认自己现在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对嗯所以大家会觉得那粉也很好 嗯嗯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流行了我们今天有味在粉这个上面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在在每个群几乎都发过啊嗯有的人是不爱看群有的人不爱看评论区翻别人的这个我们念一遍对我们念一下跟大家念一下这个评论这个答案是我们经过了几轮斟酌辞的是改了很多遍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再搬过来重新说一次如果大家是买蔬菜粉的话我们建议不管是菠菜粉 新兰花粉芹菜粉紫甘蓝粉鱼甘蓝粉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找到一个你觉得味道你能接受的是的嗯味道很重要对这非常重要注意配料表一定要只有这些东西只有蔬菜本菜蔬菜本菜你并不需要添加什么低聚果糖这些益生源因为你本身就是在吃益生源的来源嗯是不需要为这些再付出一些溢价嗯优先买冻干再研磨 这个工艺的因为这种基本不会流失上维生维生素的保存会比较好对然后其次选烘干脱水再研磨的这种流失维生素但是是保留了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生素是的最后你实在没得选或者说嗯我不懂我买到这样的但是无所谓先压榨再分离再冻干就是加工的流程更多一些对这种几乎没有膳食纤维就能流失都流失了对只保留了一点维生素和矿物质但这种的话你如果想通过它 然后促进肠道蠕动可能就那可能就不太行对价格各不相同你要根据自己的预期合理选择如果你肠道就是没问题我只是想补充维生素矿物质那你就选择那种嗯第三种工艺的没问题的那个可能还贵因为那个得率低我们只是希望大家不要花了钱又得不到效果你要对你的花钱这个动作的预期和它的结果负责嗯它俩要match它俩要匹配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嗯 嗯我日常经常买的是每百克40左右膳食纤维的嗯有的更高有的更低就是你根据你自己日常的饮食摄入天然食物的摄入去匹配你需要哪种比如说少了的你也不用觉得它不好你多喝几勺就是了对对对对对对吧嗯它不能减肥不能拿它当代餐你不要有多余的预期它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它的这个使用长久你的住宿条件没有条件吃菜你吃食堂没有食合适的菜 你出差旅游没有蔬菜就最好你是具备这种条件的话我们是建议你用它来补充膳食纤维就是吃它比不吃强对能吃菜先吃菜蔬菜的好处任何粉多做就是含量多么的呃这这应该叫什么含量多多纯的对多纯的都比不了嗯都比不了蔬菜本菜嗯因为你还有一些咀嚼的过程对 它是一种嗯整体的一连对还是那个系统之间是相互作用是的如果阻碍你吃蔬菜的原因是新鲜蔬菜不好保存嗯那你就选冻干的蔬菜是的疫情期间我们被反复教育了很多次你可以吃冻干蔬菜是如果你吃不够蔬菜你带在身上泡一下就行嗯如果你住的地方有冰箱且冷冻区有空间你可以买冷冻是的一样的这跟你自己在家冻蔬菜 可能保留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买商业的那种是嗯再说说包装因为我不出门嘛所以我会买大罐装的但注意保存的时候一定要避光呃盖盖子密封保存嗯凉快点的对啊因为有群有问过拿出来说那个我的小绿粉褪色我还能不能吃嗯一个褪色的一个结块的嗯嗯然后再有就是你最好是把它装在罐里去配个勺要不然的话真的扑你一脸 哈哈哈哈绿巨人哈哈然后如果你是有出门戴便携装的需要的话你就按照我们上面说的原则去选嗯就行了它包装是一条一条一盒一盒一袋一袋一袋的对对对然后如果大家有便携的蔬菜粉推荐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推荐一下嗯自来水一下嗯再有就是膳食纤维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也反复说过成年人一天25到30克就足够了嗯你吃太多的话它会影响你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是的是的嗯不是多多益善嗯啊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了一嘴鱼衣甘蓝莓果姜黄巴西莓甜菜根这些所有的粉就是这些东西本菜本果原来原来含有多少营养跟粉有多少营养跟你能吸收多少营养它不是一回事是嗯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记住的是营养在加工过程中是一定有流失的对的然后如果靠粉全面获取营养你得花多少钱 你ag你看一看多少钱啊那还是不含宏观营养素的哦是的嗯嗯那对于不爱吃蔬菜没时间没条件吃的人你从饮食中增加一些这些超级食物粉分肯定是有助于你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的是一定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健康很关键又容易在烹饪中流失的那些营养素哎我们的态度就是如果你以前是不吃的嗯吃了比不吃了 吃强对但如果你以前是哇C我一天就吃多少克蔬菜的您现在为了这个东西变得好了然后改过来吃这个那可大可不必对可能会影响你的健康是负面影响是的嗯所以呃方法也说了也分析了总结一下吧也虚昧了总结一下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些所有的饮食法不管是新流行的词汇还是说它的本质它并不是在揪着我们的情绪贩卖焦虑 并不完全是不完全是嗯有一部分啊贩卖了一部分对吧但这不是我们的错对这也是认知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吧我觉得嗯首先我们在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很容易被这些商家制造出来的浮华的功效去吸引注意力这不是我们的错对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也不是我们的错就是你选择它对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不是个傻子 我为什么要选这些东西不要先否定自己对不要否定自己就是超级食物这个东西嗯怎么说呢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能提供我们身体需要的全部营养的对除了母乳对满足我们因为当时你就需要的就像我们从来都看不到某一种食材它能被称为全营养素对所以你也不要对这些粉对这些片剂对这些充饮去抱过度的预期也不要对一种食材抱有一种 我吃了它我就其他可以什么都不吃的预期嗯嗯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橡皮擦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什么错误的行为它也不能帮你去消除对它最多就是呃把其他的伤害给减轻对或者说补齐一些对在缝里面弥补一些东西对吧它是这个一个缝对它也不是你健康生活的替代品 当你均衡膳食的时候吃一些超级食物会给你的膳食结构紧上添花对但如果你的饮食膳食结构非常的不健康非常不合理它可能没准是最后一根稻草对对因为我们之前是讨论过的有一些人他虽然看起来吃的很不健康但他的状态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对如果在这个时候它是一种不平衡的稳定是很脆弱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突然因为超级食物相对来说它还是 功能会有一些强大对那你突然加进去这样的因素的话这种扰动的话它有可能一下就打破平衡是的没错嗯我们必须要说的就是过度强化某些概念对合理的普及营养理念以及实施其实没有好处但这不是我们消费者该做的事情我们消费者要知道的只是我嗯我们希望大家了解这个驱昧的目的和过程对嗯 嗯至于这个东西在市面上如何更加合理化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我们要能我们就挣钱了对嗯然后嗯认清楚超级食物对健康好处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这期的目的我们希望帮大家开个头嗯嗯帮助大家发挥就这样食物我们承认它是好的我们希望帮助大家发挥它的最大功效 哎跟你的预期去更匹配对嗯所以最后再次强调一下呃希望大家保持食物的多样化我们不要贼着一样东西不放不管你是为了减脂还是增肌还是为了改善你身体的某些指标嗯或者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吃了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说别人说他吃了有用你觉得没用或者说嗯就是大家都说好你就觉得没有感觉 嗯我长期吃了我也长期观察了我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吗不要怀疑自己嗯也不要觉得每个人的摄入都会呈现一样的结果对我们每个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我们的心理素质包括你所在的城市你的空气湿度啊你的每日的日常的消耗都是不在非常细微的差别的所以最终的呈现也是不一样的不要去轻易的自我怀疑嗯 好好吃饭对希望大家好好吃饭希望大家多去享受多样的食物对通过聊多巴胺饮食美拉德饮食希望大家认清这些食物的本质和底层逻辑是希望大家好好享用生活所以后半部分其实我们一直着重是在去魅的嗯但相比于这一部分而言其实我们前面对于色彩的分享让我们感觉更快乐我们聊了那么多鲜艳的颜色温暖的颜色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认同的态度就是令你愉悦的颜色 不管是多巴胺系的还是梅拉德系的还是你们你们认为其他色系会给你们带来更预约的感受对情绪的这个改善其实是很明显的对所以情绪的改善呢又可以通过调整你的行为去往这个方向引导那情绪的改善又能调节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身体往更健康的方向去发展嗯不知道各位听友对于关于食物颜色的这个理解和或者是对于衣服颜色的选择这个心得 有没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或者跟我们一样的体验或者你喜欢在身上穿什么 喜欢吃什么颜色最容易让你产生食欲的颜色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会选择五位听友送出Danskin提供的精美的伴手礼一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用颜色盖楼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淘宝搜索DanskinDanskin或者在我们的节目的置顶评论里头复制链接也可以在节目简介中点击链接跳转进入Danskin天猫商城 像客服报案号津津有味领取咱们听友专属的199-100播客专享券这个券的有效期呢有两个月60天全店通用还可以叠加双11的优惠活动再次感谢Danskin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有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DAO.FM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